很好吃 看來告訴我們大家是鬼啦 鬼啦 哈密瓜 欸有哈密瓜 我跟妳講 真的嗎 那我們啊 就像我們之前做的東西這樣 不要 我們不需要太發笑 我覺得妳看起來太緊張了 是很緊張嗎對不對 為什麼我會想做這個盛食議題呢 因為我們學校每天會有 一到兩桶的廚餘 好吃的永遠吃不夠 難吃的永遠剩很多 我們學校每天會準備一個飯 老實說我以前當的是教務主任 教務主任就是把學生的學習成績看好就好了 但當到總務之後呢 午餐廚房就是我關注的一塊 因為我會開始去看說 我們今天供怎麼樣的菜色 大概知道怎麼樣的菜是地壘區 我們吃完的以後會收到水也好 我們的食農調室呢 都有帶我們的小朋友到我們午餐的廚房 那去做參觀 因為我是都待在廚房裡面嘛 所以我就是會直接看到我們的廚餘量 那大概也會知道就是哪幾道菜啊什麼食材 那他們比較不喜歡的 那我就發現到說如果要解決這個部分就是 我必須要了解到學校聖食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午餐教育真的是公民生活的一環 所以我就想說嘗試一下這次的計畫 那今天很高興我們風食團隊 來呢跟我們班上呢做一個 搶秀聖食大作戰的一個計畫 生活就是教育啦 那體驗才會讓小朋友真實的感受 所以他們提這樣的一個行動計畫 我覺得非常好 食物從生產到進到他們的口裡面 其實要經過很多人的努力 還有付出很多的時間 跟一些他的一些過程 那這樣他們才知道說 盡量要把東西吃光光 才不會辜負那麼多人的辛苦 好 好 好 來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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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香味 你們的NG是什麼 就是不喜歡吃的食物 好 打成比較爛的人 但是會比較好吃 然後我們的主題叫做 笑臉沙拉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會變 被變打爛了 就這樣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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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小魚乾了 去年提愛然後到今年開選時期到現在 你自己覺得你自己對食物的選擇 盛食這件事情你有學會該怎麼去讓盛食變少 有啊 不喜歡吃青菜的理由是什麼 咬得很口 所以只要把有一些味道改變 你可能就可以吃下去了這樣 就覺得盛食這個事情該怎麼解決 你有什麼建議的方法給其他的同學 硬吃啊 嗯 洋蔥原本會有點辣 但是加一點美乃滋跟小黃瓜 就會覺得沒有那麼辣 反應很輕鬆 你本來沒有嘗試過 但是你聽別人說就覺得這個東西不好吃 所以你就沒有試吃看 但是就是嘗試看看 然後就可能會發現它很好吃 你就會喜歡上它 嗯 做NG食材的時候就沒有想到 小黃瓜加蘋果變成哈密瓜的味道 那之前你有吃過這樣子的味道嗎 有我在家裡試過然後被我媽媽媽 為什麼被媽媽 他說你不要浪費食物 但其實你是把不喜歡的東西都吃下去了對不對 對 OK 能吃就盡量吃啦 因為可能就是像非洲一樣 非洲有些比較難民 有些都沒辦法吃東西了 所以 能吃東西是一件福 就是 能吃就吃 然後不要浪費食物就好